大家好 我是王璐 我这个手是天生的 所以生活中有些时候就会比较被动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 就总有小孩盯我的手刊 他们甚至还会偷偷告诉自己的家长 而且对于小孩说敲敲话这件事 跟音量大小是没有关系 你们知道吗 只要用手把嘴捂起来 就是说敲敲话 妈妈 你看他的手 我每次站得都特别地尴尬 一般对于这样的小孩呢 我就会给他们挥挥手打个招呼 然后他们就吓哭了 我有一张残疾症 我去办证的时候人家就问我 说你这个手啊也不影响正常生活 你为什么办张残疾症 我说哥 这样 咱俩玩个手剪刀布 你赢了我就不办了 好吧 而且在地铁里 我们竟然能看到那种乞讨卖艺的人 他们就会一个手拿着残疾症 一个手拿着二维码 每次遇到这样的人啊 我就特别希望他赶紧来找我乞讨 就他掏出来他的症 我掏出来我的症 谁没有呢 我之前还丢过一次残疾症 我丢症的时候就特别地慌张 我也想一个残疾症 他们又有了残疾症 这不就是无症残疾吗 生活中还老二说我坚强什么的 就会有什么选择 我也不想坚强啊 每次到这样的人 我就特别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也做一些手脚 然后让他们的生活 也变得坚强起来 而且当你面对一个你觉得 境遇可能比你糟糕的人的时候 一般这个时候同情都是多余的 就比如说很多人 他们就觉得 我可能因为我的手自卑 他们就会定期给我转发一些 残疾痢疾故事 每次说到这样的消息 我也特别想给他们转发一些什么 凶小的女生 也能当模特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的手 也不影响我当生活的甲方啊 就比如说我可以用我的手 去教育一些人 我有一个弟弟 他在上幼儿园 他平时就总爱吃手 那我就跟他说 你看姐平时总吃 吃没了吧 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算命啊 我是不太信这个东西 但我们家附近有个算命大师 他就号称 没有他看不了的首相 然后我就去了 我说男子的女友大师你看吧 当时迟疑了一下 大人特别淡定 开始走流程 我觉得你这个老公 肯定是得同事 因为你这个事业线 刚才请现在是一条线 我当时就说 大师你去别关我的事业线了 咱看看你的吧 你是不是自己都没算出来 你职业生涯上 能遇到我这么大一坎儿啊 不要迷信他 他只是演得挺稳的 挺稳的 没有急 但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一些地方 对我特别友善的 就比如说迪士尼 迪士尼它是默认 所有残障人士的身体状况 都不是一排队呢 而且它这个规定 还有个特别大的bug 就是我可以带五个以内的同行人 跟我一块儿插队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 哇 我可以当黄牛啊 五个人 我都带个小团了 但是我们仔细来想象这个事啊 这一个人 他得产成什么样 才需要五个人陪他一块儿玩 对吧 轮椅一个人 担架俩 病床四个人 你再算个替补五个人 你真的确定 那些项目还适合他吗 就会不会有一个人 他已经惨成这个样了 然后躺在床上就响 病呢 今天就先放一放 我就让我创极速光轮 我感觉就不是那个残障人想去 就是那五个同行人想去 你知道吗 然后那五个同行人就开始劝他 咱们去个迪士尼吧 可好玩了 然后残障人艰难地说了两个字 不去 去吧 不去 去吧 不去 官区去呢 走你 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些脱口秀演员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拿我手开一些特别直白的玩笑 而且我们也都不介意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击掌 我也特别开心 我说耶 high five 他们说你这是high zero 有的时候他们一块打游戏 打输了 我就特别的自责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呀 但是打赢了呢 他们也会过来夸我 王陆 你这游戏打的可真有一手啊 有的时候他们一块攀岩就不愿带着我 跟我说你手不行 有的时候玩那个体感游戏 他们觉得我拿不住手柄 跟我说你手不行 但是每次我写出来爆梗 他们会变得很羡慕我 我怎么就写不出来这样的段子 你手不行 但他们有的时候也会主动来找我玩什么的 他就跟我说网络咱们去个迪士尼吧 好 现在要有双路 真棒 效果挺好的 就是巨织炸的 那咋不给我拍蹦呢 得票情况 实际上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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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供拿票啊 实际上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大家好我是《小佳》 哦 哦 大家看我讲话这样可能有点奇怪 但大家不要紧张 不会传染的 我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缺氧 不会哭 甚至有点想笑 我第一次上海讲脱口秀 第一排有个观众就听哭了 我说你别哭 我很乐观的 他说我哪里哭了 你就不知道你讲了一晚上 喷了多少口水 所以在座很多见过网络喷子 但你一定没见过我这种实体喷子 我现在每次上台啊 台下观众就会 天哪 好心疼 好想抱抱他 给他笑一个吧 我觉得我要是在舞台旁边 放个捐款箱 我可以撑起整个效果的KPI 真的不要这样 其他演员老觉得我比他们好笑 因为他们太普通了 我也不是想展示这种身体残缺带来的优越感的 我刚出生的时候是长短脚 就走入一瘸一拐 我一直以为这是正常人的体态 就两三岁看到那种双脚走路的人 我都带着一种异样 而又同情的眼神 心里在想 他好可怜啊 竟然双脚都在地上 而且长短脚没办法走直线的哦 经常走着走着就弯了 所以我比在座的多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你知道吗 这种体态很容易爱做 就走在路上遇到学校的小混混也是 那一天差点就被打死了 而且我这人特别敏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坐公交车 本来有人坐在你旁边 他看到那边有空位 他就挪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在嫌弃我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他凭什么离开我 但是我又不敢说什么 直到那天 我的身边坐有个小学生 他正准备离开 我说 你要去哪 你给我坐下 那个小学生看了我两眼 你会哪个学校的 而且我读书的时候特别容易被老师盯上 我高中班主任有一天找读客叫我出去 他说最近班级几率有点差 你可不可以把讲话的名字偷偷记下来 然后交给我 反正你长得这么随和善良 没有人会怀疑是你的 我就答应了 找读客结束 班主任当了全班的面说 我今天偷偷安排一个人 既班级几率 你们最好给我小心点 我都惊呆了 大哥你一个早上就喊我一个人出去 我都很想站起来说 老师这个人该不会是我吧 这其实是跟他没有关系的 跟他身体没有关系的一个段子 其实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缺陷 但小时候大家都在笑我 就跟今天一样大家都在笑 但我明白了 不好笑才是脱口秀演员最大的缺陷 谢谢